日前,进度的一架云雪III型直升机,突然发生意外,坠毁于巴基斯坦海域附近的事情,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。 对于此次坠机事件,机迷们就议论纷纷。 有的人认为,这次坠机事故的发生,很可能是云雪III型直升机的某个关键部件出了问题,导致直升机失去控制。 最后坠落于海洋之上,但有的人却认为,这次坠落地点蹊跷,不排除遭到了电子战攻击的可能。 1. 电子战攻击 据报道,在4月16日的时候,印度的一架云雪III型直升机,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期间,突然发生了意外,坠毁于海域之上。 对于此次坠机事件的原因,日前印度方面还未做出表示,所以到底是机身出现故障?还是遭到了电子战攻击? 2. 还不得而知。不过考虑到坠机地点,遭到电子战攻击的可能性,还是非常大的。 2. 中国的JN1101F基载通讯对抗系统 众所周知,在前几年的时候,巴基斯坦就引进了中国的JN1101F基载通讯对抗系统,并将该系统加装到了SEN-20电子战飞机上面。 这让巴基斯坦的电子战能力大涨。 据了解,这款JN1101F基载通讯对抗系统由三大功能系统组成。 它们分别是侦察定位、干扰以及资料处理,可以执行多种任务。 在干扰敌方短波通讯、超短波通讯和GPS定位导航系统等方面,就特别有效。 3. 实力的对比 如果巴基斯坦使用这个系统,对印度的云雀III型直升机展开攻击,那结局就早已注定了。 毕竟,明确III型直升机,已经是一款服役了几十年的老伙计了。 其抵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几乎为零。 对于电子战攻击这一说法,现在还只是一种猜测。 具体的原因,还得进一步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,才能知晓。 Worth意吗? 你不提出来的一点,您说过些孩子的 histor Text 听请请继续音乐端,